東影偏處馬祖烈島的東北端 也是中華民國國境最北端的領土 東影島上有許多奇岩景觀 一線天更是令人讚嘆 你看兩邊岩壁垂直相鄰至鄉街 海浪拍擊石塊如萬馬奔騰 岩壁上所有天鳳林濤四個大字 如此美景 讓這位目封的網友創作了一首詩 不過他老兄不僅在臉書發文 還以黑色 紅色 白色顏料 刻寫在東影風景區的岩壁木頭扶手上 創作被馬祖網友截圖詢問 沐峰才表示 自己是無心之過留字 破壞了景觀 已經聯絡管理處代為清理維修 並會負責所有費用 雖然沐峰已表達願意處理 但仍然引發網友議論 這跟到此也有一樣可惡啊 這下可紅翻天了 破壞風景無心之過 還寫三遍 破壞風景無心之過